大職棒三十二年頒獎典禮 今晚登場 平常都身穿球衣 站在眾人面前的選手們 各個西裝筆挺 盛裝打扮 準備站上頒獎台 今年的最佳食人獎 一字排開 化身中職 紅毯石帥 但要說到 今天誰才是最帥的 大家都一口同聲的說 我覺得安可蠻帥 等一下你們可以看一下 可能天生臉 安可 你帥 你太帥了 還有我是男生 一致公認 榮登紅毯最帥 就是混血王子林安可 但男主角本人 則謙虛的說 沒有特別穿啦 只是不想撞衫而已 我想說 以前穿西裝都是 深色啊 黑色 藍色這種 我今天想說 就是為了不跟人家撞 就選一個花的 然後就剛好看到這一套 我想說 應該不會有人跟我一樣 好啦 算是有達成這個目的了啦 全場最吸睛的就是你囉 除了紅毯最亮眼之外 林安可今年 奪下外野手最佳十人獎 也是他連續兩年 獲得這份殊榮 而他自己卻表示 對於今年賽季 還留下一絲絲遺憾 雖然留有遺憾 但就像林安可自己說的 秋季已經結束 接下來繼續努力 好好準備下個賽季 明年再來 五臺體育台採訪報導 五臺體育台採訪報導